华盛顿的民主党与共和党 再次围绕国债问题而对决 共和党主张削减国内开支项目 民主党主张制止有利于 富裕阶层的税收漏洞 这一次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 态度非常坚决 表示不达到目的 宁愿让联邦预算削减成为现实 除非政府削减开支进行改革 带领我们在未来十年内 平衡政府赤字 否则强制削减财政开支 将会如期执行 让华盛顿政坛坠坠不安的 自动削减开支 是2011年8月 国会与总统就国债上限 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的结果 目的是在2021年之前 削减至少2万亿的赤字 如果国会没有替代方案 联邦政府就要全面削减经费 总额为85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将来自国防 但是所有的联邦政府部门 都会受到影响 胡钦克里说 预算吃紧 不应该损害美国的外交努力 有的人可能会说 现在我们面临预算问题 这些全球行动太昂贵了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 这些挑战不会随着时间 而自动消失 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未来 民主党指责是共和党 造成了目前的僵局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丢失工作 或被迫修无薪假 包括教师 研究人员 执法人员和军事承包商 人们必须明白 自动削减开支是共和党的政策 这是一个很坏的政策 不过一些共和党议员 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 兰德保罗参议员认为 自动削减开支的幅度还不够大 经济学家认为 自动削减开支 对经济以及重要的政府服务项目 影响深远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 如果负责检验肉类 鸡蛋 以及相关产品的工作人员 被迫修假 那么这些检验工作必须停止 美国肉类研究协会的马克·多普说 工人被迫修假 不会损害肉类的安全 但是会影响经济 它不但影响那些被迫修假的工人 也影响到50多万 从事肉类加工业的工人 以及100万饲养厂工人 国防部表示 如果自动削减开支生效 国防部必须推迟或终止 军队训练和飞机军舰的维修项目 如果自动削减开支成为现实 美国的机场安检 国家公园等服务都会受到影响 许多联邦雇员 包括80万国防部非军事雇员 将被迫修无薪假 在未来几天 奥巴马总统有可能再次邀请 国会领导人到白宫商讨 达成妥协性的预算方案 VOA卫视报道 国家公园除 Sich